2月14号情人节向来是餐饮业的旺季 无论是已经有伴侣或是暧昧对象的 都爱出门共餐度过浪漫的一天 随着疫情趋缓 美国纽约有条件允许餐馆和酒吧 从情人节开始开放堂食 餐饮业者得以止损 无不松了一口气 纽约州长库默星期五宣布 从2月14号开始 如果病例持续下滑 餐厅获准恢复堂食 条件是室内入座率 只能够开放四分之一 于是不少的餐馆和酒吧 在这段经济寒冬 竭尽所能吸引顾客上门 业者估计情人节周末 能够提高这个月一半的收入 在这之前 纽约从去年12月禁止堂食 当地至少1000家餐馆 在疫情期间被迫关门